陶晶莹娶中国大学生第二季 话说陶晶莹日前离开中天节目 大学生的眉引发一连串风波 外界质疑她是因为 接下中国爱奇艺大学生来了 但陶子喊怨自己背了黑锅 向来以信号男人著称的老公李李仁 也跳出来呼吸 爱奇艺大学生来了本周录最后一集 据说每集点月都破千万 爱奇艺利要她录第二季 但她因中天大学生风波已经拒绝了 啊 这录没关系 反正还有个爱家的老公嘛 李李仁日趁着起保养品牌 海洋拉娜的活动 活动结束后立马快闪 诶 你要去哪里啊 只见李仁哥跟经纪人和助理一起走来 李仁哥还不时低头查看手机 一副归心事件的样子 呃 果然好男人就是好男人 是想赶快回家陪小孩吗 李仁哥跳上保姆车了 让我们继续跟下去 车子在一座看似超高级的建筑物前停下 诶 不是回他跟陶子住的新店别墅 就都位在金华街的豪宅 每个物总价约一亿五千万元 干亲老婆不主持了还买新家哈 哎呀 娱乐动新闻 误会大了 纯粹房友来着了 报道